我永远都不会放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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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跟紧一些 你再跟紧一些 对 幸好有你陪着我 不然这大白天的 我还真有些害怕呢 当然 你初来江都城估计不知道 最近城里啊 不太平 听说是有画破现实 行凶伤人 相传那是一种 从画中诞生的金怪 这段时间 常有书生在赏画时陷入昏睡 此后便一直长睡不醒 如此种种 便有人分传和那画破有关 我祝你 我来不停 我去想想这些人 我来自然的 帮我来自然的 我来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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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 我来自然的 好了 不说那些了 说说我们即将要见到的那位小王爷吧 几日不见 你今天怎么傻傻的 不是你说要去临水楼见见世面 看一看那位慧娘吗 要我说 既然你想见慧娘 跟着我去求陆小王爷准没错 江都城里谁不知道 那慧娘对小王爷放心安许 她递了无数明帖 请求与小王爷一叙 小王爷却一次也没答应 所以说 整个江都城里 最有机会见到那位慧娘的 就只有陆王府的小王爷了 虽然不知道她会不会答应我们的请求 但试一试总是好的嘛 那当然 陆小王爷的名字在江都城里可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据说她是从卫明山上的画中仙 是画中仙的关门弟子 自从她三年前来到江都 便博得了个浪荡风流的名号 只画些鸟挪多姿的美人图 那些美人图价值千金 城里的达官显贵排着号才能等到一幅 我也是排了一年的队 才等到向她求话的机会 对了 听说你也是为明山出身 难道没听过小王爷的故事吗 哦 原来是这样 小王爷的师父画中仙 来历成迷 常居卫明山中 相传 她提笔可化作万物 卫明山上的花鸟鱼兽一桌异饮 无意不是画中仙用画笔幻化而成 可惜三年前一场大火 烧毁了卫明山上的所有画作 画中仙本人也从此不知所踪 若是她还在 我真想看看 那是一幅怎样的奇景 我真想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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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床了吗 饭食已经做好了 你 你做什么 怎可偷看我的东西 不愿意 啊,我... 我... 你... 你的脸上脏了 啊,没有 你... 会一直与我在一起吗?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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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起了 你... 你的...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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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兄太 我们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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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儿在下特意带她前来 一同拜访 你们回去吧 本少爷今日没心情画画 小王爷 我足足等了一年才等到这个机会 你 你 那又如何 这城里求我画画的人如此之多 本少爷说没心情就是没心情 小王爷 小王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王爷 临水楼可是江都城出了名的风雅之地 我听说那楼主慧娘国色天香 多少王宫贵族求着都见不到她一面 我和好友一直想去见识一下 却苦于没有门路 你明明受到盛情相邀 为何不去呢 当然 若是能带上我俩的话 那就更好不过了 你 想去临水楼 哦 长长见识啊 你去和那位临水楼的楼主说 本少爷从不去那种附庸风雅的地方 让他以后别再送信来了 至于这两位吗 至于这两位吗 送客 兄台 你说 我们是不是哪里得罪小王爷了 为何他对我们的态度如此 别别 我可不敢这么说 我 说来也奇怪 明明我家事也不差 刚刚见到小王爷 却莫名低了一头 和他说话的时候 甚至还想去伺候他 你说 难道我上辈子是小王爷的小厮 所以这辈子也问不掉这个习惯吗 原来已经这个时辰了 真不好意思 今天没帮上你的忙 若是你实在想见惠娘 我回去再想想办法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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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回来 我说 三年前你明明走了 为何又要回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休要转移话题 你从前便是如此 每每只要露出这副表情 便又在琢磨着说谎 我已被你骗过一次 不会再有第二次了 既没有 那就说清楚 三年前你为何不告而别 三年后的现在 你到底为何回来 又为何要去临水楼那种地方 不准撒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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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故事编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是如此 那三年前的事呢 三年前 你为何一句话不曾留下 就离开了 那天 你明明答应过我的 为什么 好 你既不肯说实话 那我们也就无须多言了 我说这间话不曾来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后一场音乐 探索是 一场音乐 第一场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此 当年你突然下山 并把所有画作尽数焚毁 是因为你发现 从你的笔下诞生了划破 于是这三年间 你便一直在各地寻找画破的踪迹 然后呢 你还有其他想说的吗 果然 你可以为了万物苍生不告而别 也可以为了人间安宁 三年不与我通信 你考虑了如此之多 可就没有一点点是关于我的 你对我的承诺 便都不作数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走吧 临水楼就在近前 我带你过去 不是你怀疑慧娘有问题 想去一探她的底细吗 还不快跟上来 我带你过去 这些 皆是师父的真迹 自从师父多年前失踪 他的画作已极少现于人间 慧娘能收藏如此多真迹 看来 他必定和当年的魏明山有关 他必定和当年的魏力 小王爷 我等了你那么久 你终于肯与我见面了 你终于肯与我见面了 公子前来是什么意思 为了什么 众人来我这临水楼 自然是品名赏话 难道 两位不是来做这些的吗 我这临水楼 公子难道想说 那些人都是因我才昏睡的 我只是一个喜好书画的生意人 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自从你三年前来到江都城 便开始向我府上递交名帖 城中人说你轻暮于我 所以才想尽办法与我一续 可要我说 其实你是因为我画中仙徒弟的身份 想从我这里得到些什么吧 得到什么 所以 小王爷觉得 我是因为别有目的 你才想要见你一面 果然 我就知道 你的心里 从来都 既然两位已经认定是我做的 那我再否认 也没什么意义了 可我有什么错 我也只是想活下去啊 话破以凡人的情绪 与梦境为时 在他们睡过去之前 我不是没给过他们机会 可那些人 无一不选择进入我的画中幻境 他们说 人世间那么累 每天都要为了生计奔波 不如闭上眼睛 从此功名利禄 荣华富贵 世间得不到的一切 全都唾手可得 你们说 天底下哪有这么划算的买卖 再说了 难道你就没有魏晋的心愿 或是后悔的遗憾吗 我的主人 让我猜猜 主人最大的遗憾 一定是三年前那件事吧 那时候你动了真心 却迟迟没有发觉 直到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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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我做的每一件事 我都不后悔 反倒是主人您 您为了保护小王爷 离开了他那么多年 难道就没有后悔过吗 啊 呼 主人 慧娘很感谢您给了我零食 不过 既然主人找到此处 我也该启程去另一个地方了 我没什么能报答主人的 走之前就送你一份礼物吧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怎么 为何呆呆地看着我 你 莫非是睡迷糊了 此处是卫明山啊 师父今年又没有消息 看来新的一年 又只有我们两人一起度过了 你不会真睡傻了吧 连这些都忘了 这些都忘了 好了,别发呆了,快起来,我饭都做好了。 看,皆是你爱吃的。 是花灯呀,不是你说从小没下过山,只在画本里看过人间的满城灯火,一直想看看吗? 我就亲手做了那些花灯,等到彩灯节那天,放给你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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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姐姐 你不会离开我吧 我 我的意思是说 我觉得 我似是做了一个梦 梦见你一句话未曾留下就走了 留我一个人好多好多年 我好难过 想问你因何离开 可你一句解释都没有 后来你回来了 却还是什么都不肯告诉我 我生你的气 就故意装作对你很冷淡的样子 可看你遇到危险 又还是忍不住去保护你 我不喜欢那个梦 你不会和梦里一样的 对吧 他们真的非常感激 中文字幕——YK 再往左边一点 好了 就是这里 小心 幸好接住你了 怎么如此不小心 贴个对联还能摔下来 好啊 下次我来贴 一定又快又好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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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一点嘛 膝盖那里很痛 我 你就知道欺负我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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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做满九百九十九个 有啊 我希望看到这场花灯的人 都能长长久久 你说 我的这个愿望 能实现吗 一定可以的 对吧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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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在做什么 是在画画吗 画的什么 让我看看 好吧 自然是给你个礼物了 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 是彩灯节 我的花灯都备好了 并不比画本上说得差 你想不想去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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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点黑 小心 你看 好看吗 你喜不喜欢 那我们一辈子留在这里 每日我都给你放花灯看 好不好 好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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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和你一辈子在一起呢 你还未明白吗 是 我是什么都记得 我记得你是如何一句话不说就抛下我的 也记得你是如何轻飘飘落下一句话 然后转眼就忘了我们的誓言呢 哪怕 哪怕在这幻境中重来一次 你也不愿告诉我真相 我问你 你对我 到底有没有一点点真心 你不要说了 这么多年 你的嘴里就未曾有过一句真话 我已想好了 我们以后 就生活在化破制造的幻境之中 这里没有碍眼的人打扰我们 我们可以永远都不分开 对了 你想与我在一起吗 不愿意也没机会了 我永远都不会放开你 嗯 不要说那些我不爱听的话 我知道 其实你也是喜欢我的 对吧 从前你对我那么好 每次师父责罚我的时候 你都偷偷给我送饭 从那个时候开始 你是不是就喜欢上我了 都怪你对我太好了 才让我未曾察觉 就已经爱上了 嗯 什么化破 什么万物苍生 我都不想管 我 只想和你在一起 和我一起留下来吧 此后 你会渐渐忘记凡尘的一切 直到你的世界里 只剩下我一人 就像以前一样 好不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说的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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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幻境的出口 我之前找到的 如果我所猜没错 从此处便可以回到真实世界 你 你走吧 哪怕是骗我的也好 你刚刚说的话 我相信了 别露出这副心疼的表情 不然我会以为你舍不得我 那我可是会后悔的 我 我 好 慧娘的真身应该就在此处 既然话破已是因你我而起 那我会留下了结此事 快走吧 再晚就来不及了 雪 特地3匹 别说傻话 若这次能够活着出去 生生世世 我都不会再放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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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样啊 那真是可惜了 小悠 你可听过陆小王爷的名号 当年陆小王爷 凭着一首美人图 名动江都 所著之画千金难求 只可惜 听说他三年前 患上了一种 长睡不醒的怪病 如今 怕是再也无缘一剑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啊 对不起 对不起 大姐姐 这幅画是你画的吗 画得真好 我从没见过这么精巧的少年 大姐姐 他是谁 啊 弄丢了吗 可那边那个大哥哥 就和你画上的人很像呀 我回来了 给他学校的好 我们吃的 我说你 我这个鸡蛋 那我没差 我只要你 你能去 你看 你掌握 我这个鸡蛋 我来了 我今天 我其实她 等了这么久 终于又相见了 怎么 你们一直盯着我 是不是觉得 本少爷风度翩翩 俊秀无双 这样啊 那你帮我撂开一点吧 好像有点痒 若想知麻不麻烦 你亲自试试不就知道了 藏起来 你是说和我画的那些美人图一起堆在画室的柜子里吗 哎 定是有人没藏好 我方才一打开柜子 他们就全掉出来了 砸得我脑袋还有点疼呢 怎么这副表情 难道这画作上有什么我不该看的东西吗 想不到三年不见 你竟学会了画这种奇怪的画 不是吗 那你为何脸都红呢 既如此 我更要打开看看 你画的到底是什么 这诗 原来是我的画像嘛 怪不得如此神秘 你定是害羞了 不过 你何时画的这幅画像 我记得 你许久都未曾动过笔了 难道是 原来如此 所以那时你藏着不让我看 是因为 我还以为 没什么 你既已送了这幅画给我 那就当作 我们之间的约定成立了 从今以后 你再也不可离开我身边